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也确实是很长时间 小马哥没有跟大家聊房产方面的话题了 那首先呢咱们聊一聊啊 大陆啊就是国内那边的房产的事情 实际上整个2023年啊 大家都知道啊 国内不管是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还是到很偏远的地区 这房价呢都出现了普遍的下跌 即使北上广深 这样像原来大家都觉得不可能跌的地方 也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啊 其实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小马哥还碰到一个北京的朋友 北京的朋友说呢 他们家的房子啊 居然是没有跌 反而是上涨了吧 20左右 那时候呢小马哥其实就在提醒他 如果可能的话 那么你怎么样啊尽快的抛出国内的房站 趁这高价 然后赶紧卖出去 这个容易卖对吧 而且呢这个钱也容易出来 现在呢的确是这个情况跟年初啊就不一样了 确实是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 大家就看到了啊这个各地的这个房产啊 尽管出台了这个非常好的政策 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即使啊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房价啊 这个标出来的好像是没怎么跌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你如果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 不跌个这个一两百万 不打个折啊 折出个一两百万 怎么样 根本就没人接手 也就是说有价无市 官方好像标的这个数字啊 没什么变化啊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房价已经开始出现了阴跌啊 这个情况在2024年会怎么样呢 小马哥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 2024年中国的房地产一定是还会下跌的 原因啊非常简单啊 2023年呢只是个开始啊 实际上小马哥早到就预测了 中国房价这个下跌呢 实际上它是跟任何其他因素都没有太大关系 也就是说它已经发展到年头了 到了头了啊 原因呢实际就是人口的这个下降啊 已经这个成了一个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呢 没人接盘了 那房价必然会下跌 对吧 大家我知道也都在2022年 都看过一个非常让人惊悚的一个数字 对吧 就是中国有多少套房子呢 据统计有6.6亿栋房子啊 可不是6.6一套啊 6.6亿栋啊 就是当然呢有这个学者啊 经过这个刨除了这个 咱们说的工业啊 还有一些商业的住房 在刨除了这个农村的一些农村房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概计算一下啊 城市住宅的用量 再反过去加上农村的这个住宅用量怎么样 这么大概算下来 也得在这个10亿套左右了啊 10亿套房子啊 大家想一想 那一套房子不是住一个人 对吧 你最起码住个两三个人 所以大家就知道 中国的房子已经淤了啊 太多了 当然呢 在这个局部地区啊 咱就说这个吸引人口 移入的比较多的这些城市啊 北上广深啊 像这个成都啊 这些城市啊 虽然呢 这个人口也在不断的增长 但是现在怎么样 由于现在整个的经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啊 2023年疫情以后 出现了经济明显的萎缩 经济活动的下降 导致失业率上升 这个6月份官方统计的数据啊 已经表明年轻人 五个人里头有一个人失业 那据小马哥观察呢 像北京啊 大概四五十岁左右的这些板科毕业的这些人啊 大概有将近一半的人实际上是在家没什么事情啊 处于一种半休闲的状态啊 你说他上班呢 他也没在上班啊 你说他不上班呢 好像也忙忙忙忙忙 反正就忙的呢 都是一些零七岁班的啊 偶尔会挣点钱是吧 这个大部分的靠这个自己已有的资产 然后不管是有房子出租也罢 或者是吃老本也罢 或者加了另外一个人 在上班支撑这个家庭也罢 总之怎么样 处于一种退休的状态啊 所以这种状况呢 实际上就说导致大家兜里就没有多少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兜里又没有多少钱啊 那房价下跌趋势又形成啊 房子明显又淤的情况下怎么样 即使是人口涌入的地方 现在这房子也出现明显的下跌 2024年呢 一定是延续这个趋势 而且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 由于失业率上升 大家找不着工作了 那么就会形成房贷违约 如果房贷违约一个市场上达到30% 你再怎么样坚挺的房价 他也会被这个银行啊 抛售这房拖着走 银行抛售这房子非常的狠 非常简单 对吧 非常简单粗暴 这个房子原来100万 他只要是能够抛出去50万 就能把他的这个贷款收回来的话 那么他就会疯狂的 以非常低的价格就抛到市场上 那就会出现一种 破骨乱人锤 强倒 众能推的这种踩踏现象 因此呢 中国的房价2024年是非常的不看好 接下来会有什么办法呢 可能很多朋友也通过这个国家政策也大概想到了 对吧 这个中国呢 有可能接下来会政府收购 低价收购这些法派房 收购以后呢 慢慢变成什么呢 出租房 放在市场上 再加上什么呢 慢慢的中国会推出房地产税 因为现在地方财政是靠这个土地出上来这个收取这些钱 然后支撑这个政府运作的 但是现在由于怎么样 房地产拍卖地的这个情况 特别是在二三线城市拍不动了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慢慢的就要收房地产税 这就导致什么呢 更多的投资房怎么样 流到市场上 因为他这个税法的制定一定是这样啊 你自住房可能收的不多 但是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 越往后怎么样 那收的这个税是越高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恐怕是拥有多套房的中国投资者 没有办法 你也必须加入这种踩踏的行列啊 尽一切可能的将你的房子抛出啊 在这种情况下 2024年小马哥非常不看好中国房地产市场 当然呢 你现在有房子往外抛呢 也确实晚了点啊 其实真正的好时间呢 就是在这个疫情和疫情之前 是吧 你不能等到他这个花红的大红大紫的时候 你再抛出 这时候就晚了 你应该等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花未开始月未圆 不挣最后一个囤满 然后呢 抛出以后怎么样 你还可以顺利的把钱移到海外 你包括现在 你即使在中国抛掉了房子 你的钱怎么出来呢 那就是一个大问题 很难出来了 因为中国呢 现在面临的情况呢 就是说 他整个的外汇储备 慢慢的因为外汇啊 外贸的影响 所以呢 现在也是非常紧张 所以下一步有可能 在整个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 国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以保证金融安全的名义 来阻止这个资金的外流 这就导致呢 你中国即使卖掉房子 想出来怎么样 也很困难了 好 刚才啊 我们说了国内啊 紧跟着呢 咱们就说一说 多伦多的房地产的整个情况 对 说了多伦多的整个情况 首先可能得先说美国 为什么呢 实际上是 整个加拿大 特别是多伦多 受美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那我们看看美国是一个什么情况 美国现在呢 可以说 整个经济呢 是真是出奇意料的好 小马哥曾经啊 在这个半年之前 还做过一期节目 因为从信号上来看 多重信号已经 显示啊 美国即将有一场这个经济危机 可是呢 这半年来看啊 经济危机啊 根本就没有发生 相反呢 美国的经济啊 确实是非常的好 从几个指标你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看这个GDP增长率 这个GDP增长率 已经是超乎寻常的高了啊 这个上一季度已经达到了 5.1%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考虑到通胀的因素 这家伙这个美国这个经济 可以说是呃 出现了一种啊 非常令人惊叹的这种高度了啊 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失业率不高啊 一直在百分之三点几 徘徊啊 最近的失业率呢 上升到了这个百分之三点八左右 是吧 但是我们实际上看一看美国整个的这个失业率的这个状况呢 你就会发现 其实是以加州向纽约啊 这样的高物价的地区呢 它失业率比较高 这个失业率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这个地方呢 房价也高 是吧 这个各方面的开支都很高 呃 你这个餐厅啊 包括这个仓储啊 运输啊 等各种基础的这种部门需要的这些员工呢 那你给他低工资的 他就没办法生存了 对吧 你给他每个月三四千的工资 可他这房租横的已经是五六千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肯定没办法工作的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导致这部分人 我估计是很难啊 也不是说他找不着工作 是他没法工作啊 这工资给太低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像这些高物价的地区啊 的确是失业率很高 刨除了这些地区以外 大部分美国地区呢 其实他的失业率是低于3%的 都是2%点几 大家能想象到吗 啊 这是一个方面的因素 再一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 像很多地区啊 这个福州啊 德州啊 这些这个大省是吧 大的州 这些大的州啊 经济增长不光是快 而且呢 失业率初期的低 百分之二点几的失业率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基本上你找一个帮着打扫卫生的 或者是找一个保护 那都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难找啊 出现了非常啊 超前的这种用功慌 用功紧张啊 第三个呢 这个耶伦呢也说过啊 这个美国经济呢 现在已经出现了软着路啊 一个特征呢 就是核心通胀率已经怎么样 这个在第三季度已经下降到了年2%这个水平 也就是已经达到了美联储啊 把通胀控制在2%啊 这个增长率的这个目标 但是呢 这个2%呢 我们要想一想 这个它能不能稳固 其实在这个美国用功慌 这么紧张 用功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呢 很容易啊 这个怎么样 这个CPI会还会急剧上升的 原因很简单 你工资增长率已经是4.5%了 你想控制这个通胀率在2%可能吗 当然可能性 是有啊 但是非常困难 你说一不小心 下一步怎么样 在未来时间里头 还会出现这个物价的猛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联储也不敢掉以轻心 怎么样 一有可能长期的维持高利率 再一个来讲的话呢 甚至有可能在这个出现大幅上升的情况下 被迫还要加息 这是小马哥的一个预测 并不像几乎说的那么简单啊 所以这个美国现在啊一定是啊 明年要降息怎么样怎么样啊 这个要走一步看一步啊 的确是现在跟之前所有的这个呃 实际上发生的这个状态不大一样啊 小马哥其实也分析过 这属于产业链转移啊 整个的资金啊 特别是以美元为主的这种各国的这个投资资金 回流美国啊 加入的产业当中去 这样的话呢 导致了他大规模的用功荒 加拿大的情况呢 那么一定会参考美国的情况 美国的利率很难下降 或者甚至往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 加拿大你想很快的把利率降下来 可能性是不大的啊 可能性是不大的 因此呢 我们看一看加拿大这个12月 特别是咱们冬天呃 所说的这个这个情况 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特别是最近 首先呢 我们从这个数据图上看到啊 多宁多的房价呢 目前来说啊 的确是经过了啊 2023年一个小阳春啊 上了120万以后呢 开始从这个7月份啊 逐步的开始出现下跌 一直下跌到这个12月吧 但12月呢 明显市场出现了一些小的反弹 原因呢 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看这个销售的数据啊 销售的数据呢 实际上是增长的 但是呢 我们看挂牌量啊 挂牌量呢 确实下跌的啊 也就说什么呢 的确是啊 小马哥在节目里也说过啊 有经验的人呢 都是在冬天进场抄底啊 但是明显呢 多宁多的现在抄底的这个人数呢 多于啊 放盘的这个增长量 12月份呢 就会出现一点点的小反弹 但是接下来 如果利率一直保持在高位不动啊 或者是呢 就是说即使降息 降的也不多啊 一直维持在高位啊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还会继续增大 就是多林多啊 为主的这些大城市的啊 所谓的负担能力的这种压力啊 负担能力是关键因素啊 也就是说你不管是移民也好 还是本地居民也好 他买房子到底是能不能支付得起 这是很关键的啊 那你多伦多这个目前现在这个平均房价啊 包括了很多公寓了 这个平均房价是103万啊 目前这个平均房价 那103万 那整个的这个贷款呢 如果我们看按新移民来算的话呢 新移民也需要这个贷款 差不多三分之二 也就将近多少呢 将近啊 这个65万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 65万他需要这个 每个月还的房贷呢 也是不低的啊 非常高的一个一个数额 除了首付将近三十六七万啊之外呢 啊 那么他的这个月还款呢 实际上也在4000左右啊 这也不低的一个数额了 以多伦多目前的这个平均收入来看的话呢 啊 户均收入大概是98,000左右 啊 如果是看人均收入呢 大概是人均4万8左右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每个月支付啊 4000多加币的一个这个房贷啊 还不包括其他的这个生活费用啊 开支 那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他税前的 差不多得达到这个7万是吧 8万的这个收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口子呃 有一个人的收入基本上就相当于全部付房租还不够是吧 那另外一个人呢 这个呃收入呢就剩下的非常少的钱来支付这个生活的各种账单 其他的各种开支 所以这个呢 压力还是存在的 因此呢 小马哥判断 未来房价 那在今年年初啊 小阳春 也就是说春天会有一点点上阳 之后呢 慢慢的房价呢 还会慢慢的往下走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应该到这个今年的年底啊 到2024年的年底 那还会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啊 这是实际的呃 原因呢 非常简单啊 就是外来的移民也好 这还是本地的居民也好 他的支付能力啊 目前啊 对于这个房价来说还是有点偏高了 而且我们看一下加拿大啊 现在所有的这个啊 他的这个经济数据啊 我们看他的失业率呢 已经来到了5.8%啊 尽管最近没有增长 但是呢 很明显啊 这个加拿大失业率 是比以前是上升的非常多的 我们看加拿大的尽管通胀率呢 哎 维持不错 3.1% 对吧 这个 当然失业率呢 是明显上升 已经到了5.8%啊 那么但是呢 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一个指标啊 人均GDP啊 连续出现下降 那现在呢 加拿大在全球的人均GDP已经排名到了28位啊 跟G7的领导地位已经是非常不相关了啊 这个下降的非常快啊 最近一个季度这个人均GDP呢直接下降了4.5%啊 已经是连续第五个季度的下降了很明显加拿大的问题呢 比美国要严重的多啊 一方面GDP啊 出现明显下降 失业率明显上升 但是呢 CPI并没有打下来 原因呢 是大量的移民涌入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 统计数据呢 又会发现 这个也就是说在应该就业的这些人群里头啊 这个这个年龄段里头 你会发现呢 这个就业的人数呢不多 也就是说什么呢 很多人呢是不去工作的啊 再一个来讲的话呢 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怎么样 就早到了退休了啊 所以呢 加拿大这一个福利国家 导致呢 就是就业的参与率比较低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人口又涌入的很多 也就是说什么呢 干活的很少啊 但是引进的移民又很多 导致呢 整个人群GDP就会出现暴跌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显然啊 不利于啊 整个的企业发展的 所以呢 我们也会看到啊 私有企业破产的比率啊 也在大幅上升啊 那么整个经济形势变化会导致什么呢 会下一步失业率会明显的往上走啊 失业率一旦往上走啊 导致了一个情况也就是说 接下来大概率啊 那么就说在高利率的情况下 出现违约啊 这个法拍房 还不起款的这种情况就会非常多 那就跟中国情况一样啊 这个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呢 这种踩踏呢 就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非常低的价格的房子啊 来涌向市场 那么导致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房地产的价格呢 会出现明显的下跌 出现明显的踩踏效应 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啊 在2024年加拿大市场将要发生的一些情况 所以呢 不妨我们现在不要太着急啊 等到一切平稳了以后啊 消停了啊 我们看明白了啊 看清楚了 再入手再进市场不值啊 因为现在呢 为时还上早啊 如果你是买house的话 那么就等到今年年底 如果是想买公寓的话呢 现在其实就可以入手了啊 因为的确的这个房价已经开始出现 呃明显的下跌 特别在公寓方面啊 这个无论是新的公寓还是老的公寓 这个价格呢都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那这时候可以出手了 但是house啊 townhouse这些呢 我建议可以等到今年的年底 那我们再入手不值啊 呃那个时候呢 很显然 那个西呢 我估计也会降了 但是不会降太多 还是会在很高的阶段 但是呢 市场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低价的房子 那供你去选择 你不着急的话 在那个时候呢 会减到很多漏 所以呢 能不着急就不着急啊 呃 因为我相信下一步啊 很多的投资房是扛不住的 一定会涌向市场 无论是中国还是说加拿大啊 那个整个的经济形势来看 都不是特别好的啊 整个都是往下走的 但是美国呢 可能是一个特例啊 美国现在整个的经济形势 是逆势而上的啊 当然呢 逆势而上的一个结果呢 就会使美元啊 它的汇率啊 继续往上升 它的利率也会保持坚挺 在这种情况下呢 没有办法 你加拿大你也不能够 就说把利率搞得跟美国差距太大 现在已经有啊 0.5的稀差了啊 你再搞大了以后呢 整个加拿大资金就被抽到美国去了啊 这对加拿大其实也是不利的 所以没有办法啊 加拿大就得挺着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导致下一步 一系列加拿大啊 走向经济萎缩的啊 一系列反应 这对房价最终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啊 今天小马哥呢 从里到外 大致的分析了一下啊 今年2024年啊 房价的一个走势 特别是多伦多的走势啊 当然大家可能会问到啊 像阿尔伯塔啊 像萨斯卡通啊 曼尼托瓦 整个西部这个 这些地方 加拿大的房价会怎么走 去这些地方呢 我感觉影响不是特别大 主要是两大城市 多伦多和温哥华 这些啊 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支付范围的 这种房价 到底能不能获得支撑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在2024年 尤其是啊风险非常的突出 因为你想 现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房价 和旧金山差不多 那旧金山什么收入呢 大概美元啊 年收入大概户均 十二万美元 加拿大呢 是差不多啊 不到将近十万加币 一个十万加币 一个是十二万美元 所以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明显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经济比不上它 收入也比不上它 你的房价却比它差不多 所以不合理嘛 呃 大家就知道了 如果这样的话 你索性你就不要在多伦多待了嘛 直接 呃 反正也有家国身份 去这个旧金山发展 也是不错的嘛 呃 所以多伦多怎么能够维持这个这么高的房价呢 很难 所以这个支持小马哥的一家的看法 好 也欢迎大家呢 通过节目啊 留言区来提出您宝贵的意见 好啊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